大家好,这节课程我们继续来学习企业网站后台管理系统的相关制作 那么在上一节课程里,我们已经完成了左车菜单选项与右侧具体的一个页面展示区域的一个关联 也就是当我们点击左车菜单的时候呢 它的对应的一个功能页面就会展示在我们的这个右侧部分 这样的一个关联操作其实呢是通过在query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试试点来实现的 那么我们整个系统制作到现在 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功能呢已经实现了大半部分的功能 为什么我们说它实现了一大半的功能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系统从登录页面到我们的具体的一个后台界面的制作呢 它的一个框架我们都已经给大家好了 包括它的一个菜单的选项 以及这个工具菜单它的一些设置 还有我们左车菜单这些功能呢 我们都已经做好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呢 其实呢就是反复的制作我们左侧菜单中对应的一些页面就可以了 那么我总结了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分为三个步骤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要制作左侧菜单的具体的一个页面 那么我们首先肯定要 建立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页面 我们给这个页面取一个名字 然后呢 第二步在我们左侧菜单对应的这个菜单向上 添加上一个页面的链接 那么第三步呢 就是具体来制作我们的这个页面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的一些内容呢 就是我们反复的来制作这样的一些功能页面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节课程里呢 我们给大家带领大家再来制作一个页面 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设置里面的一个网站设置的页面 也就是在我们的系统设置网站设置的这个页面 其实呢这个后台管理系统 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菜单选项里面的页面 它的功能实际上 都是运用了我们的基础的html和css相关的技术支持 还有运用我们的div加css布局来实现相应的布局 它其实很多内容呢都是相似的 比如说它基本上都是像有这个 表格还有按钮 输入框以及文本框等等的这些内容来组成的 所以说这些重复的内容呢 我们就不进行一一的讲解了 那么这些页面呢 大家向来自行的进行一个完善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些课程里呢 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页面 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也就是我们系统设置里面的这个网站设置 那么这个页面呢也非常的典型 那么它包含了像这个输入框 文本框以及这个下拉选择的一个功能 还有像这里面的单选按钮等等的一些内容 那么最重要的是它这里呢 有一个选项卡的一个功能 当我们点击上面的这个菜单的时候 那么它下面呢就会显示具体的这个选项下面的内容 那么这个功能呢 其实呢和我们的这个主菜单和左侧导航的一个关联呢 十分类似 也是通过 在query里面的相关知识来实现的 那么它的原理呢 其实上是一样的 所以说那么本期课程就来带领大家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基本的itmo的书写和css样式的调整呢 这里呢我就不再给大家重复的来说 那么我们直接把我已经写好的这个结构呢 给大家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在这里 我们复制一个页面 我们叫做 网站设置 这个页面 那么我们记住这三个制作步骤 那么首先我们建立了一个具体的页面 然后在左侧菜单对应的这个菜单项上添加上 我们的这个预运的链接 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index里面 它对应的左侧 菜单选项里面 这里的网站设置 那么我们在上几节课程里面给大家介绍过了 它这个链接呢 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标识来标识它的这个链接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添加上 等于 网站设置的这样一个页面 那么第三步呢 我们就具体来制作这样的一个页面 我们打开这个网站设置的html文件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html的代码给复制过来 那我这里呢就直接复制过来就好了 那么下面的这个 百度的这个副文本编辑器呢 咱们这里呢就不需要 我们给它删除掉 那么其实这个菜单选项的内容呢 其实它的这个内容全部在一个页面里面 那么我们通过jQuery来控制 当我们点击到某一个选项的时候 那么它对应的选项才显示 它的其他部分的选项内容呢 我们就进行一个隐藏 这是它的一个原理 那么接着呢 我们把这个css的样式呢 也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复制到这下面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 刷新看一下它的效果 当我们点击这个系统设置里面的网站设置的时候 那么这个页面呢 就会跳转到我们当前的这个左侧 菜单选项的一个设置页面 那么这里的样式呢 我们还要进行调整一下 那么我们在这里 它的这个list呢 这是一个编具 那么好 我们的刷新 我再设置 好 那么为了我们每次做了调整之后刷新 它都会显示到这个页面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将index的它的这个 fm里面的链接呢 暂时设置为 我再设置这样的一个页面 那么这样呢 当我们每次刷新的时候 那么它就默认显示这个页面 这样呢 就便于我们来进行一个调试 好 接着呢 我们来写这样一个选项卡的功能 那么这里呢 我们要用到加宽略的相关知识 那么所以说 在这里呢 我们就来给它 添加上相关的一些功能 那么在写功能之前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 html的结构 首先在这个list里面 我们在上面给它设置了这个 它具体的一个选项 选项列表 那么我们通过样式呢 给它设置 成这样的一种 横排显示的效果 那么在下面对应呢 是每一个 这个选项的具体的一个内容模块 那我们在这里呢 给它折叠起来 把每一个这个 具体的内容呢 给它折叠起来 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就没办法 在这个地方 怎么样 好 折叠起来以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么他其实呢 每一个这个选项下面对应了某一块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选项卡的具体内容 那么所以说首先我们在这里给他的这个 菜单选项 选项上一个样式 它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给他看一下上一个通过jQuery 单选符 然后找到他下面的这个table 那么通过id选择器找到 下面的ul下面的例标签 那么当我们点击这个例标签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要给他配上一个click事件 那么这些内容在前面的课程呢 都给大家讲到过 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个变量 我们叫做下关键id 把当前的这个 点击菜单的一个对应的id 给保存起来 那么通过这个id呢 我们就知道我们点到哪一个菜单 那么然后呢 我们再在他对应的这个内容上面去匹配到 这个id对应到的内容 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进行给他设置显示和隐藏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首先给他的一个菜单选项设置 功能 当我们 点击他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给他加上一个 这个当前的一个样式 那么这个样式呢 我们是提前给定好的 然后呢 将他的这个同胞元素 remove class 也是给他移除掉 移除掉相同的这个 样式 那么我们给当前的立标签添加上样式 给同胞的立标签呢 去掉这个样式 那么我们现在呢 来预览一下 那么看我们现在呢 这样的效果呢 就已经出来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给他的这个菜单选项和下面对应的内容呢 进行一个关联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通过 这个 id呢 这个 comment的一个id 然后找到 他下面所有的这些 具体的一个 功能 选区 那么在这个选区里呢 我们对每个选区都设置了一个相同的样式 叫做这个counter list的样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class呢 来找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什么 可以通过chosen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样式的抽准 那么他肯定找到的是 找到的是每一个这个功能模块 让我们每一个就设置了这个counter list的class 然后我们要找到对应点 记得菜单项的一个功能模块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要给他 来一个 这样的方法 uq 等于我们的这个id的时候 那么我们给他设置一个 fade fade in 让他有一个动画效果来进行显示 然后呢 我们给他的同胞元素 sublinx 也是这样的一个class选择器 将他的这个css样式呢 给他设置为 不可见 我们叫做display play 等于long 好 那么此时我们来预览一下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功能呢 这个选项卡的功能就实现了 其实呢 也很简单 就是通过 在query里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点的运用呢 那像这样的功能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就能实现 好 那么本节课程呢 就到这里 那么咱们下节课程呢 再见